我们看到因为大家就会讲说 这是一届立委输两次 那可能连续把最近这几次 这个陈柏维的这个选举 我们调出来看 不管是他对上这个陈世凯 或是陈柏维 还有这次的林静怡 你可以发现 严宽恒的得票率 其实会高 都高不到50% 就差不多在这个 46到48 49之间 所以50%的得票率 对严宽恒来讲 好像就是一个天花板了 那从这一次的这一次 中二补选来看 刚刚前面提到了 投票率高于五成 就是对元宽很不利 还有这一次民进党成功 吹出了中间选民 还有青年返乡的选票 那么另外 也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老师 就是组织战显然是不够用的 空战网络战还是必要的 还有选民结构 刚刚斌哥讲了 通通因为外来人口多 那通通都成为这一次 为什么会输掉中二补选的 一个一些重要的因素 先讲说 其实袁佳 第二代 算第二代 政治人物第二代 非战之罪 要不要打 因为民进党 他上台以后 就是全力就是打歌喉战 也就是我们知道 嘉一那个歌喉战 然后复制到桃园 你有一些可以到东央考选部 干什么 可以当部长什么的 次长的就已经进去 不听话我就全力围剿了 所以你知道他们其实你看那个票固定 就是说他是传统一票一票 好不不出来 坦白说 OK 那他没有空气票 而且他不知道 你现在不能怪他 他要开心 但是他不知道要为何就要手 我想 其实照说应该我们台中 因为他是靠海 但是我们旧台中市那边 应该有一些会打选战的 因为卢市长 因为毕竟他打赢过林家龙 对不对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选须是比较特别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国会减半吗 改为单位选区 然后他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话来话去 而且特别是十年人口调一次的时候 他会调 调来调去 就有点奇怪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基督同龙 OK 那基督同龙的时候 甚至这个选区是一个摇摆区 对 整个摇摆区 也就是说他这边 我们说海线是他们的票 那右边雾峰 雾峰这边应该算是比较绿一点 或者是红派的 中间乌日这里又是特别的摇摆区的摇摆区 因为新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掌控这边 所以除非说他们严家在海线可以赢很多很多 他没什么办法 我坦白讲 OK 所以回头来讲说 他这里就牵涉到说 这个选民的这个结构 或者是应该是讲说党的结构 也就是说严家基本上是一个加盟店 加盟店 你知道那台北来的 你知道吗 以前来说 吃兵人 钱承诺没有水准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都是老公 两个你够半 都两个你欠钱 你够 但是民进党不是 是我嫡系的 我硬要指引的要去插旗 这个样子 所以很清楚的 他意思就是说 他跟派系讲说 你不然就是退出 再不然你就是接受招降纳判 不然我要抄家灭族 你看到其实这里面 我觉得最可恶的是谁 賴神 我如果没记得到 他说一句话 要收腹小手 你知道吗 这个是太可恶了 他其实在警告你们这些人 OK 我也想一想说 其他话又说回来 其实小英内票人 他们最懂的 就是过去国民党间接统治那一套 OK 其实旧的现在的民进党那些 不太了解这些美国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要去处理 王津平等等这些 国民党本土派这些人 现在已经分奔离析 或是顶多是分两大挂 在这一次一台价格后 我不晓得接下来九合一 或是怎么 搞不好有一些人 我不能点名他吗 有一些地方派系的 他马上就插律曲 或插五党籍的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老师我继续问 就是说会不会现在基本盘 所谓的基本盘越来越小 你越顾越小 那当然有人有这样的声音 其实说起来很难听 但实际上就是这样 基本盘 到最后老的老死的死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能现在要抓的是 广大的青壮派 那青壮派怎么办呢 他现在就是死都不投给你 国民党 我这样讲 就是说你看到 差不多两年来的民调 就很清楚 其实九合一到现在 一直民进党政绩不好 对啊 那就是817 对817就是这样 国民党并没有跟着 就这样上来 对啊 那就是表示说 讨厌蓝绿的 或者是没有政治兴趣的 没有政治政党认同 或者是白色力量 在增加呢 所以这里虎视眈眈的 应该是KP 其实这一次朱立伦 主席如果 愿意 也许实际还没有到 愿意去跟KP 或者是当地的 这边的讲一下 不一定要跟KP讲 其实那个东西 说不定投票率会增加 Freddy就已经就下台了 是 因为只差了3900票 那的确在中央补选 我们看到颜宽恒 反正他意思就是说 他还是会继续打拼 为了详情 一通电话 他就会出现 那江启成呢 当然就是一路 也是陪着颜宽恒打拼 而且呢 江启成现在还是立委嘛 他说我承诺你在哪 我也会在 你的服务就是我的服务 好那赵康先生说呢 颜宽恒城私下透露 希望让陈柏惟做满四年 如果表现不好 下一次再打败他就好了 罢免陈柏惟的话呢 等于短时间之内要参加三次选举 实在太辛苦了 吴家董事长讲 中二补选是国家打败颜家 甚至是国家打死了颜家 好刚刚那个 呃老师提到了柯文哲嘛 那很多人就说柯文哲 其实是这一次 民总长是这一次的赢家 那柯文哲就说 现阶段台湾政治呢 是民进党太坏 国民党太笨 民众党太弱 好那 其实在昨天第一时间 就是选输了之后呢 我看到民众党动作到很快 好立刻启动了这个 这个招募宣传 也说他们要走出同温层 种种的 那可是我们现在直接联想到 就是说会不会联动到2022 也就是兵格 颜宽恒输了嘛 会不会冲击到 盧秀燕市长的连任路 比较难走 你说完全没有伤是不可能的啦 但是你说伤得很重吗 这还有待评估 实际上连续两次包括公投 包括补选 盧秀燕都有伤到 我觉得都有伤到 你可以看到他的民调 其实已经往下掉 那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 盧秀燕市长的难处 他也不愿意 就是因为 颜加实在被抹得太难看 所以他也不太愿意 跟他过分的接近 而且毕竟他也是市长 好像一直不断的去 把人家服选好像也不太好 可是我也必须说 国民党就是有这种 假掰的心态 所以才会每一次 都会让民进党得逞 那这也是一种无奈 好像国民党就是一群 很假掰的人组成的 我也不知道 那重点是在于 这真的只是单纯网路 或是空军的力量吗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是 网路跟空军的力量 如果真的这么强大 那我就想不通 韩国瑜到底怎么当选 韩国瑜到底怎么 韩国瑜其实网路操作很厉害 也并没有啊 对不对 他也是个厨子 长得也不帅 那为什么当时 能够带起一种风潮 那当时很显然就是因为 民进党在高雄 实在做得太烂 那时候民众期望 改变 那可是现在最糟糕的就是 民众觉不觉得民党做得烂 其实民众觉得民党做得很烂 可是问题是 他也不觉得国民党好 韩国民党看起来不怎么样 更不要说国民党自己内部 一盘散沙 然后自己人打自己人 然后会有像黄驴锦儒啊 或者其他这些人啊 看到自己党输了 还在沾沾自喜 觉得说我们没有输 国民党就是太多人 有这种想法就是 反正党输了我没输啊 那每一个人都这样想 都这样想这个党就完了 其实我 我个人甚至认为啊 颜宽恒 其实下次 抱歉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 我就直接讲 我认为颜宽恒下次是不是 试着不要挂国民党来决 搞不好还比较好 我真的觉得搞不好还比较好 因为你挂了国民党反而 你除了承接一大堆包袱 请问一下国民党又给他多大帮助 看起来也没有啊 反而是成为他的累赘而已 你不如 就是 因为反正国民党在那边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人嘛 那不如就是 颜宽恒干脆用五党极选 我甚至觉得还比较好一点 那国民党 这一次 就是一直在这样输的时候 一定会让他的支持者输到 觉得很无力 对 那当然很多人会怨天 有人说坐票啊 哪里有问题啊 什么东西 但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强调 我每次看到选书都会有人在那边讲说 坐票了坐票了 中选会不公平 只要有李景勇在一天 选举就不会赢了 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我想请教你 那你干嘛选择 就是还选举啊 不要选了嘛 我们革命好不好 对不对 因为如果蔡英德说法是这样的话 每一次都是民党坐票 中选会也他把持 那你选举还有什么 希望你直接革命嘛 对不对 你没有别的路啦 不是吗 就是因为我们还相信 台湾基本的架构还在 民党再怎么样 不至于离谱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才要参与选举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根本认为说 应该选输了就是要承认输 输了之后要仔细去研究 到底为什么输 自己的缺失在哪里 赶快去加强这一方面 我觉得国民党 你看从2016到现在 他有真正检讨过吗 完全看不出来 只是中间出了一个韩国瑜 突然让这个党咸鱼翻身 咸鱼翻身之后一堆人跟 那个兔子跟着月亮走 然后跟着一起发 发了之后崩一下 这个兔子被打回原型之后 整个党也被打回原型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没有真正认真 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你有真正左手去改革 那国民党永远扶不起来 然后讲国民党 就算整个垮掉 也不干我的事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 可是问题是我担心的是 没有人能够制衡民进党 对 如果说今天民众党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强大到 能够跟民进党抗抗的话 老讲我就不理国民党 我说真的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谁规定我一定要 我又不是国民党党员 重点是要有人 帮我们制衡民进党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觉得蓝白河的机会大不大 也只能靠蓝白河 半导塔一般 我觉得蓝白河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因为 朱立伦是要选2024的人嘛 他都可以选择 在拜选这天躲起来了 你看他要选的信心 多么坚强 他的意识强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跟柯文哲怎么合嘛 对不对 根本不可能合了嘛 所以蓝白河我真的觉得不要笑小 你在某一些小区域也许可能合 在2024大选是绝不可能合的